口罩實名制的外包裝寫著口罩國家隊 那一定是假冒的 我記得口罩實名制好像沒有紙盒 我們那時候就是分開然後都用紙帶去包 因為沒有沒有一盒一盒 所以那後來現在有一盒一盒 那我們現在放到我們倉庫裡面就有一盒一盒 但是以前在口罩實名制的 我們都沒有一盒一盒的 都幾聲幾聲就包好 一盒拿幾個放在那邊 而且第二個當然我們很重視對不對 所以你剛才說有一個口罩實名制的外包裝 寫著口罩國家隊那一定是假冒的 有一些不肖的廠商會有一種不肖的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在研議說怎麼樣讓他的標示 能夠更精確 讓民眾更不容易 受到這些不肖的一些行為的傷害 這我們現在正在研議中 那至於剛才有問到說那個分類的方式 基本上在國